如果大家是 AMG 的粉丝的话 我相信你们最初就会知道 Mercedes-Man 是有这个 63 和 45 的 AMG 版本 而Mercedes-Man 为了应付更多的客户需求 它近期就是推出了这个 35 还有 53 的 AMG 版本的 所以在我身旁的这一台就是全新 2022 款的 这个 GLX 35 4Matic 的 AMG 车型 这样在我身旁的这一台 GLX 35 它的售价其实是 366 千 现在已经有 SSD 了 所以它的这个售价 360 多千 我相信很多的观众就会问 我300 多千为什么要买一个 GLA 呢? 200 多千都可能可以买得到吗? 这样它是不是没有性价比? 这样又不是这样的讲 因为它的性价比就是在它的引擎的动力输出 这样如果你不想要一个 Performance 卡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价位里面选择到 GLA 300 或者是这个 BMW X3 都可以在这个 300 多千买得到 这样这个 360 千你到底是买到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 AMG 的这个信仰 AMG 给你的这个动力系统还有整个悬吊 所以这两 GLA 35 基本上就是一台钢炮的 SUV 这样这个 363 千的这个 GLA 其实它是有一个双升的车宽 也就是 A35 Sedan 同样和它是在 CKD 马来西亚本地组装的 那个比它便宜了两万块 除了它是一个 SUV 版本的 A35 之外 它一些配件也是比它更加来的丰富 首先这个 GLA 35 它的整个 AMG 的套件是更加来的丰利的 首先就是这个 Pan Americano 这个水箱护叫直铺式的 而那个 A35 是没有 所以这个 GLA 35 它的上面是没有这个 GLA 45 的 但是这个 A35 上面还有这个 A45 S 所以很多配件上这个是比较顶的 由于这台已经是非常顶配的这个 GLA 因为它是 AMG 车型 所以 Mercedes 给它最好料的东西 像是这个 Multi Beam 的几盒多光式头灯组 而如果你是买到 GLA 200 或者是 GLA 250 是没有这个的 它是给你 LED High Performance 头灯组 而下面这边它是采用这种钢琴硬漆 Piano Black 下面有 Chrome 式条 但是就没有 Carbon Fiber 所以车身这个车漆是这个 Modern Gray 看起来是匹配这个 Piano Black 所以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饱满 它比起原本的 GLA 更加来的丰富的一些肌肉感 这个 GLA 35 因为它是 AMG 车型 所以它采用非常大的这个轮圈 所以它是一个 255 40 ZR 20 的这个轮圈 你看它几大真的是我半身这样大了 几厚实了 所以这个它是采用 Qanti Sport Contract 6 的 CS6 所以它抓地表现还是不错 只是可能如果你要硬硬和这个 P-Rally P0 比的话 可能它还是输了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看里面的话 它是有这个通风叠的打孔 是 Cross Steel Brake 的这个 Disaster 所以前面它是采用 355 mm 后面是 330 mm 而前面是你可以看到这个 SeaWorld Color 的大鲍鱼 是 4 Port 的 AMG Brake Calipers 但是这个颜色就比较低调啦 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喷一个红色喷一个黄色就好看很多了啦 所以这边告诉你 Turbo 就是 AMG 纯真的 AMG 车型 这边告诉你是 4 Matic 就是它有四轮驱动车型 但是马来西亚版本只有这个 GLA 35 没有 GLA 45 所以它是没有 4 Matic Plus 的 而这个 4 Matic 跟 4 Matic Plus 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4 Matic 它是自己来随换那个动力输出在前后轮的 而如果 4 Matic Plus 你是可以随性的在那个主机那边调教哪一个轮输出更高的扭力 我相信这个车尾大家并不陌生 因为它和这个 GLA 200 和 250 普通版本没有太大的差别 同样采用这种 3D 式的立体式 LED 尾灯 这个我个人是蛮喜欢的 有点像那个 GLC 小改款后的尾灯 而比起我试驾之前的那个 EQA 那个中间有一条过贯穿式的 那个有点奇怪哦 硬硬感觉好像它硬硬把那个贯穿式塞下去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就感觉它比较好看比较协调的 再加上这个 GLA 比较 AMG 所以它是有一个小牙尾在后面 Dark Tail 的 它不像前一代 GLA 45 这样大大的 Faker 也在后面那么的粗鲁 这个就比较像是一个西装暴徒的感觉 这边的指标是有 AMG 那边有 GLA 35 我记得上一代它是有 4 Matic 的 而这个是没有 4 Matic 的指标 只有在旁边有 而下面这边它是采用翻刮材质 而前面就比较多 Piano Black 啦 这边就是翻刮材质 我觉得是 Piano Black 比较好看啦 而下面这边是有两支排气管 这个身影还是不错 等下我们踩两脚给大家听一下 这个 GLA 35 它的后卫箱盖是支持这个电动的 这个我觉得它是比 A-Class H-Pack 还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们两者都是没有的 它们是手动 而这个行李箱空间它是有 425L 的相对来讲是不错 好像一个 C-segment SUV 级别的一个车的一个卫箱空间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行李箱放在这边都是蛮宽裕的这个空间 如果你要放下两个进场的一个 luggage 的话都不是问题 我觉得 GLA 无论是 EQA 还是 GLA 普通版本都好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因为它的这个离地间隙它是比较低的 如果你要把一些重物搬进去的时候是比较容易 因为它这个门槛是比较低的 你看它的这个门槛是只是到我脚的膝盖而已 而很多的 SUV 可能到我要这边就比较难搬一些东西 这个我觉得 GLA 是个不错的选择 其实我之前我是觉得 GLA 35 的这个车型是比较多余的 为什么我是这样讲 因为我自己是不太会欣赏这种性能刚炮的 SUV 但是我又明白到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赚到钱过后 我们已经有可能有家庭可能有老婆过后 我们要有一点点 practicality 的一些东西 所以这个 GLA 35 它又可以带到一些 practicality 的一些 function 所以变成你更容易的说服你的老婆来给你买这辆车的 讲到 AMG 车型肯定要打开引擎是给你们看的嘛 因为 AMG 车型就是买引擎送车的吧 引擎才是它最大的卖点 所以这辆车还是采用这个 M260 的 2.0 Turbo 引擎 它能够输出一个 306 PS 400 Nm 的 它 0-100 只需 5.2 秒 这样这个它的匹配的牙箱 它是八速的 Dual Class Transmission 的双离合变速箱 而这个和这个 A35 Sedan 有所不同 而如果是那个 A35 它只有 7 个 ratio 的 这个牙箱 它有 8 个 ratio 个人认为这个八速的 Dual Class Transmission 它的换挡节奏比起在 C-Class 的 那个 9G-20 还要来的顺畅的 所以这个引擎它的 tuning 还有各个 Turbo 的大小 都和那个 O50 有所不同 基本上就是和这个引擎是一样的罢了 在车侧这边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个 这个 20 吋烏黑 AMG 轮圈 或者是这个 Brake System 之外 你看到它车侧是比 GLA 普通版本还要来的低的 你看我 175 cm 它才到我肩膀而已 因为这辆车它车型高度只有 159 cm 的 因为 Mercedes-Benz 为这个 GLA 35 毕竟是 AMG 车型 所以它是低了一个 40 mm 而立地间隙也是低了 原本的 GLA 是有 180 mm 的这个立地间隙 它只有 160 mm 的 所以这就是介于一个 Sedan 跟 SUV 的之间 所以它是一个 crossover 车型 来到这个 GLA 35 的内饰 你可以看到 everywhere is AMG 的字样 这个出品主机有着仪表 有着 carpet 有门槛 也有 AMG 的四条 让你提醒你这个是 AMG 的车型 若熟悉 Mercedes-Benz 朋友的都知道 这个 AMG Line 如果大家是买到这个 300 AMG Line 或者是 250 AMG Line 都好啊 都是没有 AMG 的字样的 只有纯真的 AMG 即使这个是最入门级别 它都是非常多的 AMG 元素 像是这边有这种 Carbon Fiber 的这个式板 还有门板也是有 Carbon Fiber 的 所以这辆车就比较多一种运动气息 门板也是有这种红色的缝线 Stitching 的 而它的座椅是采用这种 Micro Fiber 但是它不是 Alcantara 就是这种类似 Alcantara 但是它是 Micro Fiber 来的 而中间搭配一些红色缝线 跟 Napao Leather 的这个皮革座椅 所以整个包覆性还是不错的 有 14 项的电动调节 这边也是有这个 Lumber Support 的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不错 最主要就是这个红色安全带啊 几艘啊这个红色安全带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更加有 AMG 的感觉 所以这辆车最主要还是这个 Steering 因为 AMG 方向盘才有这样子的方向盘 它是采用 Napao 皮革的 而中间这边也是有这个 Central Point 旁边这边一样采用这种 Backberry 的这种式板 所以这种式板其实我是觉得最好用的 我是不明白为什么 Mercedes-Benz 已经拥有最好用的这套系统 但是改换成这种 Haptic Touch 过后啊 我反而觉得那种就真的是很 Kick 水啦 而这个 AMG 车型它方向盘多了 两个东西就是这个 Dynamic Select 这边你是可以按一下 按一下这边也可以选择不同的驾驶模式的 而这边旋钮也是好像那个 Porsche 的 Sport Chrono 一样 这边有 Comfort, Individual, Sport, Sport Plus 等等 这边有一个字样的 我是个人觉得这个比起 Porsche 的那个 Sport Chrono 更加来的好看啊 西北瑞这辆车真的是很热 但是这个引擎是比较潮啦 Start 车的时候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 AMG 车型啊 所以你可能会听到一点 嘖嘖嘖嘖嘖嘖水煮声 就是纯整的 AMG 声音了啦 所以讲回这个主机 它是双联屏和 GLA 250 都是一样的 没有太大的变化 而马来西亚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配备 因为 250 都是采用同样的尺寸 而不像有些国家低配车型 就是缩一点给你那边缩一点给你缩来缩去 就是不好看了哦 这个就是最好看哦 所以就是这个有这个比较特别的 AMG 元素 它里面有一种 AMG 的 Graphic 有这个 AMG Performance 的一些设定 可以对这辆车 Engine 这些东西做出一些调教 而且我是觉得一个非常好看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是可以看到 Engine Output 这种油温表等等的 不像是有一些喇喇车这边很多那种油温表啊 那种就不好看了 它里面这个 System 就已经给好你了 你不用去安装什么 老万七八糟的东西啦 所以它这边也是有 Fuel Consumption Dynamic Select 所以这边也是有一个快捷键的 就是这个 Dynamic Select 你可以按一下 就是 Individual Slippery Comfort Sport 而这些普通版本都有 但是它都有一个 Sport Plus 模式 而这个 Sport Plus 模式 它的分别是它的 Exhaust 声 还有它的悬吊引擎都会做出不同的一个 setting的 像这个主机同样是支持这个 Mercedes Me 的这个 App 还有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的 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主机那么漂亮啊 但是 Connect 这个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过后 它直接缩小一个 4.3 寸的这个 Display 哦 直接缩一半了 我都不明白哦 就是它明明就很好看了嘛 Connect Android Auto 直接变一半哦 只想看那个 Map 所以它整个 setting 里面 它也是没有做出任何选择 但是它这辆车非常多的选项啊 包括我之前讲的对这辆车本身的一些 setting 肯定分为等 Mercedes-Benz 肯定是少不了的 Mercedes-Benz 也玩分为等玩到畜生入化了 而其它的 Assistants Driving Assistants 它也是非常的齐全的 因为这辆车它是最高配的 所以其它的什么AEB、Lane Departure Warning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with Stop Angle Function Bispring Monitoring、Rail Cross Traffic Alert 这辆车通通都有概念 而且这辆车也是有 360 这个是 GLA 普通版本 或者是 EQA 都没有的一个配备来的 所以这个功能就是顶配车型才有的啦 所以这个车型的这个主机还是比较丰富的 但是就是有这个 Touch Pack 是蛮好用的 中间这边就和一般的 GLA 没有太大差别都是 Piano Black 钢琴烤漆 但是它就没有给我 Carbon Fiber 啦 如果给我 Carbon Fiber 的话就比较好看一点 在这边也可以看到密密麻麻的一些按键 就当然这个 AMG 车型它比较多的一些按键嘛 就是这边有一个快速的快捷键 Select 它的整个驾驶模式的 这边也是有这个 VSE Off 的 Button 这样右边这边也是有一个比较它的特别的东西 就是这个 AMG Adaptive Dampers 的 注意它是 Adaptive Dampers 罢了 它不是 Adaptive Suspension 所以它只能调整软硬 不能调整高低的 但是这个已经够用了 如果你要驾驶得比较激烈的时候 你可以按两下就是比较硬的一个状态 你不要的时候它就比较 Comfort 啦 所以这只有这个 GL8 35 有的东西 那这 GL8 的后排它不是很宽裕啦 坦白讲 To be honest 所以它后面也是有这个冷气出风口 但是这个冷气出风口它的风量确实不大啦 而且它是没有独立的调节温度还有风量的 所以这个后排冷气出风口我觉得它的用处还好 没有讲很大风 但是它的质感还是不错 但是就没有分为灯啦 它这边有一个置物空间可以放手机 诶 sorry 放不到手机啊 太浅了 像这个后排也是因为它是 AMG 车型 所以它一支差不多一样而已 没有太大分别 它的包裹也没有讲太特别的明显啦 就主要就是中间改换这种Micro Fiber 有这种红色的 Stitching 这样子而已 而中间这边浓起也是蛮高的 因为它有传统 Zofo Matic嘛 所以这边做人还是有一点点辛苦的 但是我要吐槽一下这个 GL8 的车型 无论是哪一个GLA都好啊 GLA200 EQA还是这个GLA35 它的椅子的设定后排还是有点奇怪的 我讲讲奇怪就是这个椅子啊 它的坐姿的这个Sitting Position 是非常的低的 我不能做梦啊 就是它比前面还来的低 所以当你坐的时候 你的腿这边是镂空的 当这辆车做长途的时候 还是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啦 而且这个椅背也是没有的条件 它就这样子直直罢了 但是幸亏的就是它后排也是有给着 红色安全带就是非常烧气的哦 再加上这辆车 其实它的后排空间讲真没有太宽 就只是够用的情况 就坐两个人OK啦 中间也是没有这个Armrest的 所以我不懂这么普通版本有Armrest 但是这个GLA35是没有Armrest的 但是它这边就是可以按下去 就是伸手过去后面拿东西 它当然它也是有这个424的分离倾导功能 也就是可以载一些比较长的东西 你可以flat整台车的话 它的整个灵活性还是有载的 这样这个GLA35B1啊 AMG最高配的车型 它是肯定有比较好的音响系统 它是采用这个12颗的Burn Master Surround System 它有590W的可是我这样子体验下来啦 我是觉得这590W有点假啦 它的声音等等我都觉得还好而已 没有太过的惊人 虽然它是Burn Master音响 但是我觉得其实讲真的真的是还可以而已 没有讲到很surprise的那种 所以这个比起如果你要硬硬比这个200系列 或者是250的那9颗喇叭可能会好一点 但是如果你要和那个C-Class的那个Burn Master 这14颗Burn Master来比的话 这个就差一点意思啦 所以买到这个GLA内饰啊 真的是非常的赏心悦目 就像之前所有我们试驾过的Mercedes 车款一样 这样这一套MVX系统里面 我是觉得它是最好用的一套啦 真的是这个内饰真的是 让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看的一个内饰来的 所以无论是不止这个AMG版本啊 就是可能GLA250都是很好看的 所以其实我个人啊我是更加 prefer这样子的一个设定像是 GLA A-Class这样子的设计 多过现在这个新款的这个W206的C-Class的内饰 所以讲回来这个GLA 35的这个动力系统啊 它是拥有一个306PS 400Nm的 这样现在我做一个简短的一个加速表现啊 这个加速只是在于这个Convert Mode的驾驶模式下而行驶 所以它整体上它的感觉还是偏向舒适性 其实如果大家有了解到这个AMG车型的话啦 就如果是无论是这个35、45系列都好啦 比起这个上一代的GLA45或者是AMG的这个A系列的45来比较的话 他们会这一代会比较来的比较Convert一点的 如果你真的是比起上一代上一代真的是很Extreme 真的是很暴力的那种啊真的是很RAW的感觉 这一代就真的是它Packaging Furnishing了 很多让它比较舒适 比较可以让它比较全面的一台车子 所以变成这样子来讲可能比较偏向于这个激烈驾驶的人来讲啊 这个新款的GLA还是会让他们有一点点失望的 因为可能这个旧款来讲真的是能够听到那种 砰砰砰砰砰砰那种声音 而这个新款的无论是35或是45车型都好 真的给不到你那种声音啦 即使给到你它都是Fake Sound来的 它是从这个Spermester Speaker里面发出来的 如果你真的是从后面Exhaust声或者是从外面来听的话 真的是没有什么声音的可以跟你讲很坦白的跟你讲啦 所以这引擎声的Exhaust都是比较偏向假的 而如果你讲这辆车它的Tuning来讲它真的是比起200 不要讲200啦因为那个是采用1.3L的引擎嘛 而如果跟它一样的话是那个250车系的话 这样这个肯定是比较aggressive很多啦 那个的话0到100没有记错的话是6.2秒 而这个是5.2秒足足快了1秒啊 所以如果要在同一个车型同一个引擎之下 快了1秒真的是不简单的 所以它来到300托匹也是比较合理了的 所以我刚才讲到这个AMG它的这个suspension啊 其实我讲到它比较confort的 但是如果你想象到它有几confort的话 来过一个蹲啊 还是会有点跳的啦尤其是后面啊 因为这辆车不论是哪一款GLA都好 我发现它的后悬吊都是比较弹跳的 而前面的话它的整个感觉还是OK的还可以接触 但是如果你后排时常要做人的话 可能会有一点点舒服上的影响 毕竟它还是一台AMG啦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想象把它想象到太confort的话 这样我是骗你的啦 你看我震到都不管像什么样子了啦 所以这只是confort mode之下 它过盾真的是真的是有点有点有点顿啦 你看哎呦我都不懂怎样讲啦 就是真的是很硬那种啦 所以AMG还是AMG它的那个硬的特性还是有在的 如果你真的是imagine把它到很舒服的话 可以拿来做daily use car 还是可以的 而如果你接受到这样子的震动的话 这样你开心哦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以偏向舒服为主的话 这样可能我推荐你这个GLC或者是X3 会比较好的选择 而我们现在来切换到这个sport mode的模式啊 它声音完全就是不同了 现在只是sport mode 它还有一个sport plus 这个sport plus只是处于这个35的这个variant才有的 其他版本是没有 其他版本的GLA只有 individual sport跟这个confort模式而已 而这个GLA是多了这个slippery mode 还有这个sport plus模式 来应付它这个作为AMG的车型 所以来过一个弯来表现一下啊 60过这个弯 路有点烂啊不好意思 就是这种路还是有点烂 超一个车 它的声音是有一点点假啦 因为它其实这个声音它是从这个 Bermaster的影响发出出来的 所以它是类似fake sound这样的东西啦 如果你要更加的direct的声音的话 可能是这个A45S才能够给到你 这辆车基本上 哎呦现在开了这个sport plus过滚啊 真的是很顿啊 不是开玩笑 它的sustion真的是steve了很多 但加上它这边它也是有两这个damper kit 也让你选择这个驾驶模式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 不是真的是要跑到很激烈的话 建议还是换回这个confort啦 因为现在真的是比较多车的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还是选回这个confort mode 比较好 要不然我整个灵魂都不懂飘去哪里了 你看过这种烂路啊 就是有空空空空的声音咯 它就是AMG的特性 它毕竟还是一台AMG 它没有可能要舒服到哪里去的 所以基本上其实这一代的GLA和上一代的GLA45相比的话 确实它是比较舒服了一点点 它如果你说它损失了一些操控嘛 我觉得不会 但是它损失了一些激情 我可以说因为这辆车它真的是 真的是比较让你感觉舒服了一点 它给不到你那种AMG的灵魂所在啊 所以可能你觉得这辆车它的那个 AMG的那个魂 就没有那么的明显 就比起上一代的那个GLA45 真的是非常的狂野 非常的暴躁 到那个AXO声一上到来 一start engine就是 但是由于现在非常多的排放法规 油耗表现等等的一些因素啊 导致它们为了这些性能车也要做出一些牺牲 像是它们没有的像之前那样 让到它那么的激烈啦 所以这辆车如果你真的是要跑到非常非常的快的时候 你就打开这个Sport Plus模式 你看你听它声音在车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浑厚啊 但是其实它的absorption真的是真的是普普通通而已啦 所以如果你讲这台车它的整个激情还是有在的 因为它这种fake sound就是给到你有一种 想一直踩它一直踩它再去再去的感觉 因为这辆车它的马力啊它底气真的是很够的 它有300p 400nm 基本上你要怎么样开怎么样lock都基本上没有问题的 你要全程烧着Fastlane去在highway上 基本真的不是一个问题来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台车呢它真的是 它的那个油门踏板就一直会告诉你 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的 它绝对你不用跟它客气的这辆车 基本上如果你客气的话就是 它的油耗表现也不会特别好到哪里去啦 基本上你如果你要买到NG车型的话 你应该不会考虑到这个油耗表现啦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油耗表现的话 它比上一代是进步了25%的 因为毕竟它整个阀门的关系都是比较好的很多 最主要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exos 但是如果你一从这个confort转换去这个sport plus的时候 你很明显的听到一个声音的就是那个flap打开的声音 你就是soup一声在你exosport那边打开 就是告诉你你现在已经开启这个sport plus模式 所以现在就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它的sport plus的加速表现 100 它的声音真的是 它就是 它是downshift哦 它的声音真的是 它的声音真的是 再来 2档3档4档 70过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稳啊 前向直接开启哒 退退了 一只 120 真的是 4秒 5秒这样子 它就真的是 可以去到非常的快 可能是普通版本的那些GLK 它需要踩到2000转 3000转 它能突发它最大的一些输出 但是它在1000多到2000转左右 它都能够办到非常大的事情 真的是可以用2000多转 再行驶100公里的 如果你真的是 high speed cruising的话 你在highway走走停停 这样子的话 你走100-110 它的RPM转速只是在 1600-1700转左右 虽然这个只是一个 两公升的温轮箱引擎 它不像是什么V6V8 但是它的低转速还是非常的够 因为它真的是 它的tuning真的是非常的好 可以讲是AMG在这套 35系列 我觉得我真的觉得它真的是有它的好玩之处的 只是说刚才你看我这样子 corner的话 这个GLA的那个body roll 还是非常的明显的 如果你是坐在后面的话 我觉得你更加的容易晕车 因为毕竟这一台不是一台 Sedan或者是Hedback版本 所以我一直认为就是 AMG这一 这种Performance Car 更适合下放在这种Hedback或者Sedan版本 如果真的是要放在 SUV车型或者是这种小型Crossover上 可能是它的Practicality比较好 像我前面有讲到的就是 更加容易说服你的家人 你的老婆让你买这一台车 因为它毕竟它的后排空间 或者是它的行李箱空间来讲 已经能够应付一家四口 一家三口的日常所需 所以反而如果你是买到A-Class Hedback A-Class Sedan的话 那个后排那个行李箱空间 真的是不怎么可以用到啦 它的用处真的不大 所以反而这样子的一台GLA的话 它的整个用处会高很多 加上现在这个SUV trend嘛 就是道路上每个人都想要买一台SUV这样子 加上马来西亚的路况等等 这样子它SUV肯定是比较好 应付一些路段的 如果你真的是要比起这个A-Class 35来比较的话 无论是在它的设计 无论是在它的动力声音等等 它的配备等等都不会太过输给那个45版本 虽然马来西亚暂时还没有引进45的版本啦 最主要就是45的版本是多了整100hp的动力 而一些可能SPORT SEAT AMG SPORT SEAT等等 而这个SPORT SEAT的话 讲真的这个并不会太有包覆性啦 像我刚才这样子比较激烈的驾驶情况下 这个椅子不太能够包到我啦 因为它整体的椅子 我觉得跟这个250车型的非常的相似 没有太大的一些AMG元素在 它只是采用这种Dynamica的这种 Microfiber防滑的一些材质 而如果你真的是要那个非常SPORT SEAT的话 可能你就要等到那个45的版本才来到了啦 而这辆车它同样也是有这个Head-Up Display 它的Head-Up Display就跟我之前试驾的那个EQA 有一定的差别 因为那个EQA它是比较多的蓝色元素 比较电动化嘛 这个它的Head-Up Display的话 它就是比较激进的 它真的是有那种AMG 就感觉就是上面是一排的那个RPM 下面是指振表 旁边也是有这个安全辅助系统的一些 Notification等等 所以我觉得这东西就是很好用啦 for一个like performance card来讲 我觉得performance card最主要就是有Head-Up Display 因为真的你跑快的时候 然后你要知道你的RPM你的这个时速的话 你直接直直看下去就可以 你不用看仪表 这样当然这个Mercedes-Benz的仪表也是非常的美的 它也是有一个很好看的这个像是这种 真的是真正的AMG才能够给到你这种仪表盘 你自己如果在外面刷那种电脑也是可以得到的 但是这个就是原装的咯 就是如果你是普通版本的GLA 你可能有Classic Sport 这样子罢了 还有那个Progressive Mode 但是这个就多了 这个叫做Super Sport的版本 就是它旁边两边都是这个 旁边两边都是RPM还有时速的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真的是很战斗啊 就是这样子的仪表盘 真的是跟那个A45S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总的来说这个GLA 35 其实它有它的卖点收线 就是这套动力系统非常的猛 而且它整套AMG的套件真的是非常的凶 如果真的是喜欢AMG的朋友来讲 真的是无法抵抗这个GLA 30 我觉得它比这个A35更加值得入手的一款AMG车型 或许你会问A300多千 我不如可以买一个更加大方 然后更加大体的GLC 或者是BMW X3等等这些车型 我可以在这一家人舒舒服服的出油 而为什么还要买那么小的一个紧凑型SUV呢 这样当然它是AMG嘛 果然有它的粉丝 这样如果你谈到你要讲性价比的话 肯定是GLC啊那些 你拿钱你放心去买啦 如果你要性价比的话 但是讲回来如果你要动力 你要比较特别的话 肯定是AMG这种车型比较值得购买的 总的来说这辆车它是有它的特点在的 因为它整台车它是比较limited 在马来西亚肯定说这辆车也没有太多量 也没有人会太多的在路上看到这辆车子 所以你就是一个比较热血 比较特别的一台GLA 与众不同了啦 所以有钱人买的东西就是与众不同是最价值的东西了 所以如果你说GLA普通版本已经可以符合你的要求 这样你可以去买过普通版本的这个GLA 但是这个GLA 35最适合哪一个人群呢 就是觉得这个250还不够猛 动力还不够足 但是觉得这个45S的系列真的是太过的暴躁 太过的狂野 这样这个GLA 35就取合了一个中间点了 它真的是一个all rounded的一款AMG Performance Car 或许你错这辆车子还有其他的更好的competitors吗 没有 sorry 因为在它这个级别里面X1没有M Power WOWOW也没有为XC40增加这个performance的版本 所以它对标车型是没有它没有competitors 你可以说是尴尬或者是比较特别的一个segment了啦 所以它有它的卖点 它有它的定位 所以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按赞分享出去 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小红书IG还有TikTok的 所以我是Jaden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